不會這樣講 不會講這個年紀大了以後 但是他看到了希望未來 這很不錯 就是這樣這個意思 要帶給我們大家有一個未來有一個希望 然後這個地方 這支這支梁 主要是從後面是重聖池 重聖池是什麼 重聖池是在祭祀孔子的五代祖先 就在上面 然後那個四配的祖先也在側邊 那這個重聖池你們會講 孔子的媽媽咧 人正在 其實有沒有在裡面 沒有 那一般的話 中國的傳統文化 是以男性為主 所以他這個詞全部都是男性沒有女性 只有你們自己加了重聖 才會有女性 要不然都沒有 都是全部都是男性 這個是即是孔子的五代祖先 不包括女生 還有他四配的 這個是重聖池 這個也是一種所謂的聖宗追影 那種味道在 好 那這個部分 這個梁 就是從這個重聖池的中間 把它換下來 為什麼把它換下來 因為它壞掉了 你看前面那個地方有沒有 都白椅把它鑄掉了 有沒有一個洞 都鑄幾個洞 都壞掉了 這邊一樣把它壞掉了 然後我們看看裡面 這個地方就是有一個八卦 八卦這個中間裡面 有一個兩魚 有一個黑 有一個白 這兩條魚對不對 有一個黑一個白 這個在西亞文化裡面 有一個叫做所謂的 這個兩魚 第一個先講兩魚 兩魚兩魚有黑有白 也就是有陰有陽 那兩個一定要平衡 那我們注意看 這個這個黑裡面應該有一個白點 那這個白裡面一個黑點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每一個人都不是全部百之一百的白 都一定有一點點的黑 然後一點點的白 這個這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說 當你完全絕望的時候 那麼上帝會給你開一閃窗 他絕對不會把你全部把你消滅掉 不會 讓你絕望絕對不會 他有這個意思在 對 上帝一定會把你開一閃窗 但你也 台語也有這個叫做 驕歹 無獨特的故 對 對 公義要怎麼說 你聽不懂 就是囂張的人 沒有像駱駝人 你那麼持久 就是你不可能永遠囂張發布 公主的故事 對 那所以說 你如果太囂張 那中間一定有黑點在 那這個黑點會繼續把它 擴展 對擴展 對擴展 然後這個又恢復到有一個西洋的理論 叫小花理論 破窗理論 有沒有呢 讀過 所謂的破窗理論 這個房子原來都好好的 突然間破了一個窗 對不對 對 那有一個窗 然後它的一些灰塵什麼就進來 然後就從一 就一直到一 一直乾 一直張一直張 髒到最後全部髒掉了 那小花理論呢 小花理論就是說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書桌裡面 這個書桌這個裡面 很髒亂 但是我為了把這個小花 放在這個書桌上 所以我為了把它清一清 放了一個 那你明天再來看的時候 感覺這個還是很亂 這個就把它繼續整理整理整理 就把它整理好 所以叫做小花理論 或破窗理論 這個在管理寫裡面 是有用到的 有用到的 所以這個完全都通的 因為世界上的道理 其實都是通的 嗯